接下来透过镜头带您来欣赏 2018台湾国际游艇展 经济部国贸局与高雄市政府联合举办游艇展 由行政院秘书长卓龙泰 高雄市长陈菊 国贸局长杨真妮 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 与游艇工会理事长龚俊浩等人 参加开幕式 各自解开船助缆绳 象征游艇产业成功启航 2018台湾国际游艇展 室内外合计展出65艘游艇 动力船 帆船石船 价格从数千万至3000亿 室内最大游艇76次 水上最大96次 海陆豪华游艇互别苗头 吸引海外卖主83人 与国内高阶主管千余人预约参观 高雄市亚洲第一 全世界排名第四的豪华游艇生产重地 国际游艇展每两年举办一次 今年迈入第三届 聚集台湾、澳洲、意大利等11国 总计170家厂商参展 今年也首次开放参观民众购票 搭乘游艇出港体验 十方新闻 黄慧如见 玉林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